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子 你听了以后可别伤心 我们在渡口遇到几位从晋过来的人 从他们口中得知 窦明镜顺华两位大夫被赵检子杀了 夫子 晋过人告诉我们说 此事发生在十天以前 传公们也这样说 夫子 我们还去晋过吗 朵明镜与点栏目 朵明镜 顺华 是主张李治的贤德之人 没有他们的权利相助 朵明镜与点栏目 赵检子何以在当今的晋国执政 没想到他得知以后 鸟兽上之爱奇同类 空秋不能渡河西去 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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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是谁的使国如此巨大而精美 还能是谁的 司马桓推大夫的 用了三年功夫的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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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在此辱骂司马还推大夫 你知道他是何人 他是当今天下大仙人孔夫子 他的祖先曾是我们宋国的先君 小人有眼无珠 是小人无礼 请孔夫子不要怪罪 起来吧 还不快谢过孔夫子 多谢孔夫子恕罪 快做你的事去吧 是 司马牛拜见孔夫子 司马牛 你跟司马还推 他是我的兄长 兄长 你不应该将孔夫子拒之城外 兄长 你应该见见他 他精通治国之道 对兄长会有很大的帮助 帮助 帮助 什么样的帮助 说我死了以后还是快些烂掉的好 就是这样的帮助 可是 别人在辱骂你的兄长 你呢 却替别人帮抢 兄长 孔夫子 孔夫子并不是有意辱骂你 谁叫你不惜劳民伤财制造这个石锅呢 我看孔夫子说的有道理 什么道理 我司马还推为了宋国的兴盛操心受累 做这么个石锅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兄长 石锅尺寸远远超出大幅的规格 并且动用了那么多的民力 花费了三年之久的时间这样做 确实太过分了 如此下去 你将会失去军上的信任与国人的拥护 今后对我所做的事 请你不要再指三道四 好 兄长 那孔夫子你究竟是见还是不见 不见我没必要见他 兄长 军上委托你处理国事 对天下大贤如若避而不见 是为政者的失职 况且孔夫子的祖先 还是我们宋国的先君 醒了 这件事情就用不着你在操心了 我告诉你 如果是别人这样辱骂我 我早就把他杀了 兄长 既然你不肯与孔夫子相见 我只有将此事禀告军上 请军上直接召见孔夫子 行了行了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这件事情就不用你在操心了 你就是禀告军上就能怎么样呢 军上不是还要通过我来处理这件事吗 啊 夫子 我们何时进城 等司马牛的消息 只要宋国军上同意召见 我们就进城 为什么非要等司马牛的消息呢 我们来宋国 不是为了寻找弃身之地 而是为了出事 如果没有宋国大夫的引荐 则难以见到宋国军上 见不到军上 怎么能出事呢 可两天过去了 那个司马牛至今没有露面 他是不是在戏弄我们呢 我看司马牛不是那样的人 或许事情还没有办成 事情成不成 都应该来告诉一声 要不 等到明天一早 我找几个弟子 进城去打听一下 也好知道个究竟 总不能这样干等着 大家旅途都很劳累 总得先找个住的地方吧 兄长 你囚禁我没什么 可你应该放孔夫子进城 君上要见他 正因为是这样 才不能放到进城 孔秋一到宋国就辱骂我 你想 君上若是真的启用了他 肯定是我的对头 我能放他进城去见君上吗 你敢违抗君上之命 我会告诉君上 由于君上没有出城 去迎接这个天下大邪 孔秋便一怒之下 离开了宋国 什么 你不仅不想让孔夫子他们进城 还想叫他离开宋国 对 为了我们司马家族 我只能这样办了 好 这样做 都是为了你一个人 兄长 你不能滥用权势和鬼诈 去蒙骗君上 这样做 你最终会受到惩罚的 我是不会有最终的 只要你不给我作罪 兄长 兄长 他们也太无礼了 夫子的祖庙在宋国 司马还推 有什么道理不让我们进城 夫子 你说怎么办 宋都我们可以不进 孔秋之道不可不行 在此洗礼 夫子 殿下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进城 见到宋国国君 在此洗礼有什么用呢 夫子让我们在此洗礼 是要以行动告知宋人 我们是来推行礼制的 对宋国只会有意而无害 这样一来 宋人就会静香出来观礼 司马还推想挡也挡不住 还有 在此洗礼 既是为了将尊礼的风气 张于天下 小于宋人 也是身体力行 夫子的主张 对 让那些无礼之徒 也看看我孔门弟子的气度 是为了将尊礼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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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称之为礼 精通礼不仅可以明确尊卑上下斩幼之分 还能增强人命之间的爱心 如果人人讲礼并互敬互爱 当今天下必然会是另外一种美好的景象 方才的建君之礼就是为了告诫人 臣下对军上要忠诚 不可有欺诈也可 上开里来 都上开 快 快 快点 快点 快 快 都给我上开 到里边去 快 你们要干什么 快 要罚这棵树 快 把树罚了 我问你 这棵大树你们早不砍 我们罚 为什么偏偏在我们洗礼的时候动手 司马大夫虽然有了精美的石锅 还缺少锅中直观 正需要这棵大树 来 给我罚 你们 停下 你们不是来罚的 你们是来闹事的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 谁要罚这棵树 我先宰了它 罚 站住 快 快 出去兵器 父子 恐求历来不主张以武力推行周理 因为武力不能从根本上征服人心 收起兵器 中游 你 据我所知 司马桓推的棺木早已做好 你 瞎扯 你们不要在此蒙骗国人 司马桓推身为执掌国政的大夫 他应该知道 如果失去国人的支持 将是什么样的结果 你们应该想到 即使你们找到借口 将树罚掉 难道 我们就不能在别的地方 演练礼仪吗 请你转告司马桓推 上天赋予恐求圣德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发 发 发 刑剑军之礼 要是让他们追 Mister 对 T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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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大树说倒就倒 你们都不要命了 推回去 都给我推回去 你怎么能这样 为什么停下 接着法 慢着 你真给我们宋国人丢脸 你看大树尚起有疲 可你呢 这是司马桓推大夫之命 我有什么办法 你如果有胆量 找他出去 我用不着找他 我要把你们的所作所为 巨石禀到军上 你们还不快走 朕把国人惹怒了 有你们的好看 好 好 我要把你们的阻拦 禀告司马大府 走 孔大夫 宋人士欢迎你们的 是啊 欢迎孔大夫 是啊 行拜谢之礼 既然是 我是怎么对你们说的 去了以后什么也不要说 只管罚术 只要他们敢于强行阻拦 我的兵戳马上就可以出城 可你是怎么做的 你给他们论的什么礼呢 就凭你这副模样能论得过他吗 家主 不要再生气了 我们可以设法另外再找个进口 没有时间了 他们在城外惊动了那么多的国人 君上还能不知道 你们先去准备兵车 今天晚上就把孔秋给我杀了 家主 君上那儿 君上那儿有我的 你们只管动手 就说 就说他们煽动国人作乱 这城外 围惧了这么多的国人 不是作乱是什么 你们听着 只要你们能把他们杀掉 或者把他们赶走 君上那儿还不游着我们愿意怎么说 就怎么说 要紧的事不能允许孔秋 继续留在宋国 你说 司马还推想要杀福子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吓走 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你这几天跑到哪儿去了 司马还推把我囚禁起来了 他不允许我把你们引荐给君上 我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孔大夫 他真的要在今夜杀你 快走吧 孔大夫 你不要认为我是司马还推的兄弟 就跟他一样 其实 我早就不满他的霸道 我也早就仰慕孔大夫的贤名 孔大夫 如果你不嫌弃 我也想做你的弟子 并跟你一起走 孔大夫 司马还推的人说到就到啊 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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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门那边有兵车的动静 是的 好像是兵车要出城 夫子 夫子 司马还推的兵车就要到了 快走吧 这些年来 我四处漂泊 受了不少磨难 可是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真没想到 我祖先曾经生活过的这块骨头 有人竟然要来杀我 司马牛 我谢谢你 告诉大家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镇国会急 好 好 走 走 父子 司马还推 凶狠歹毒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为方不测 你换上我的衣服吧 我们再继续 好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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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他跑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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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一个人能量 不知道你是空的 快点 快点 分头去追 只要在宋国境内 快点 碰到孔子和他们弟子 上下 是 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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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部长创凌 快点 快点 来 众牛 有几个弟子或许是跑散了 等等他们吧 父子 他们或许是走另外的路去了郑国 我们还是到郑国的城门外去等吧 你跟大家都说清楚了 放心吧 我想到司马还推会派人来追我们 事先告诉大家遇到危险 分散开走 郑国城门前会急 其实他不敢对我怎么样 还是防备些好 要不然 要是出了点什么意外的话 我们这些当弟子的 他胆当不起啊 我最放心不下 就是杨孔 他太老实了 他更多 他也不敢选择 他就会儿子 他也不敢选择 他也不敢选择 父子一定在正国等着我们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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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